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是一个正能量的女孩 为了只两次实习经历和一次创业经历 提高了自己的抗打压能力 也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果 无论是学习还是创业还是辩论 我都一直坚持着 也会把这份坚韧一直带到职场中 开启我的职场新篇章 马玉玲 女21岁 辽宁人大连海社大学本科财务管理法学专业 主队老师好 人力资源专家 十二位老板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马玉玲 21岁 来自辽宁安山 是一名即将毕业于211高校 大连海市大学的应届本科生 采用管理法学双学位 在校期间曾获得四次奖学金荣誉 任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校辩论队队长 曾率领队伍获得全国大学生税收辩论赛团体继军 有过两次实习经历和一次创业经历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销售类或者助理类的工作 我希望把自己的青春朝气 和满满的正能量带给大家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与支持 谢谢大家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我看你的第一印象 我想起了我小学班主任 真的吗 那应该是我的荣幸咯 你嗓子是坏了吗 我嗓子是我知道参加非你莫属 我亢奋激动的后几天 尽旧 以前不这样 当我刚做完做介绍的时候 我还是挺忐忑的 但是特别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给我特别热烈的掌声 然后也让我自己对老板的点评 又多了一分期待 你学的是财务管理法 学专业吗 对 为什么不找和专业对口的工作呀 我觉得财务和法律 是对于一个未来职场人来说 必不可少的两项技能 所以我虽然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但是我曾经系统学习过 这方面的知识 是我将来承认职场中的一个优势 这跟销售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大学中其他的一些活动 培养了一些能力 更能够在销售这个岗位中发出价值 一次是在教育盆训机构 做过课程顾问 业绩怎么样 是在15名实习生中位列第一名 你有没有总结一下 为什么你销售得这么好 首先第一点我够勤奋刻苦 首先我在时间上 肯比别人花更多的心思 第二点我能够深度挖掘客户的 这样一个需求 第三点亲和力 不是外形占了很大的优势 好吧 对对对 然后第四点是我注重 跟客户的一个维系和保鲜 怎么保鲜 就是时常跟成交之后 也时常跟他们联系 比如说节假日 天气预报 就是这种生活中的 很多人把销售看得特别简单 其实销售是一个 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工作 因为他需要非常缜密的逻辑性的头脑 我觉得他的相对来讲 逻辑能力还算比较强 他知道如何去正确地去做一件事情 小马也算给你个建议 因为应届毕业生值得问的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读书期间的经历 第二就是实习的经历 读书期间主要指学生工作这一块 因为这两块你都涉及到 所以我在想就是小马 你待会儿在介绍自己 呈现自己的技能和性格的时候 讲你自己能给别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故事 因为这是各位老板 看你的潜质的最重要的依据和来源 看所有方式 来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这些企业 有了解过 最想去哪家 优生教育 还有吗 其他都可以考虑 家里是哪里啊 辽宁安山 辽宁安山 那你这次就业的岗位地址有没有了解 我希望是在北京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对 那你要求薪金多少 薪金我希望是六千 然后销售和 助理 助理 对 行 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选择 大家会给你留几盏灯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全流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是 云南PPT 来解释一下 第一部分专业学习是 财务管理法学双学位 并且学习的还不错 虽然不是个学霸 但是也表明了 我还能学得进去习 愿意学习 会学习 并且财务跟法律的知识 也是我的一大优势 下一页谢谢 这一页展示的主要是我的社团活动 第一张图片就是刚才提到的辩论赛 那么四年的辩论经历 主要的培养了我 第一个独立思想的能力 不是人云语音 第二个是我更加的懂得倾听 因为你只有倾听 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自己在说什么 第三点就是一个材料搜集的这些能力 而第四点是最外在的表达能力 和临场的应变能力 下一页谢谢 这个是我两段实习经历 第一段的教育机构的销售专案的经历 已经说过了 第二段小米体验顾问 这份实习我主要是感悟多了一些 第一点感悟是 我第一次感觉到作为一个销售人员 当你对你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公司的企业文化足够认同的时候 销售就变成了一种使命 一种责任 你有义务让自己的产品 认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第二点我总结是 做工作要用功 用心 用情 因为你真的动了感情 把你的客户当成你的亲人之后 当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真正帮助到他们之后 那种幸福感是要比签约带来的成就感 更能够打动我的 这一页展示的创新创业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项目 叫做客舍梦之佳 它是专业提供高校周边 小型客舍订购服务的 我形容它为糖花一线吧 它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小型客舍还是一片蓝海 我们是市场的补充者 第二点是我提供了一些 只有我们大学生才能提供的附加服务 比如说对于新生这种优秀学长 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第三点就是标准化 把我们的流程进行统一的标准化 使它能够在所有的高校进行复制 当然糖花一线之后 失败的原因我总结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现在大型团购网站 对小型客舍市场的侵占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包括我在内的内部团队 到了大三的时候 都有了觉得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所以对项目的精力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这个体现了我第一个 是抗打压能力比较强 第二个是我面对失败之后 这种冷静的处理态度和乐观的心态 谢谢大家 这是我参加《非你莫属》以来 听下来最扎实和最真实的 这个PPT的演讲 所以听下来就感觉非常踏实 非常好 我会一直关注你 给你留灯 谢谢 好 谢谢您 你那个创业项目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个项目的构思 是我从大一入学的时候开始 那你比番茄来了这个 这个还早啊 这个创业就说你一二年就有 对 这个创业 你有没有参考什么国外的文献 或者说一些创业的模式 然后 对 当时有搜索过一些 有没有完整的一个调研报告 有 有一个大概在 八十月左右的一个创业计划书 它其中包括可行情报告 其实我给这个 来面试的求助者提一个 这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有的PPT是太烂 有的精彩的PPT 最好把一些附加的文件也带来 其实你 如果今天你那个 我们看看你那个八十多页的调研报告 如果你有出彩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底薪不是六千的起薪了 可能是五位数以上 其实你的这个精彩啊 谢谢 我感觉你这个复合型的人才 在这个年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从你全局的这个高屋建林 到你落地的这个复合型的这个知识构架 到你最后能整合资源的这种才能和天分 我觉得也许啊 你不做连锁经营 取材和客戏了 中国需要你这样的连锁的 未来的这个巨型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我们这么这么那个夸奖吗 我这么一夸这个高度 我们没法夸了 老板肯定是高看我了 现在的能力还不够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对我这个支持和肯定 肯定是我未来这场中 一个长久的行动力 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希望真的到十年或者二十年 我只要成就的时候 我会再有机会和这位老板 当面说一声感谢 是当年他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让我走到这么远 刚才有三个男人夸奖 三种点评 你最喜欢哪个点评 我肯定是喜欢陈总这样的 不是因为今天 他是我的目标企业 而是希望我在工作和生活中 也希望听到这样一些 有建议性的意见 有建设性的话 第二喜欢谁的点评 第二喜欢杨总的 那最不喜欢的 就是那个巨星的 选手不好意思说啊 选手很谢谢你 给我说我这巨星 你有点高看我 其实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最后一个 很虚伪了 这个关系不大 因为任何一个老板都是从你这个年龄走过来的 我觉得心中有这个梦 有高远的志向 使你跑得飞得更快 好高大伤啊 舞台有多大 梦想就有多大 所以您对我的动力可能是最持久和最深演的 所以三家企业当中 如果让你现在选 你会选谁 优胜教育 第二选择是谁 第二选择杨老板这里 第三才会选择他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你最后的选择未必是这个结果 所以说马屁要不要拍到马腿上 你知道吗 马云 我就说到现在一直发现你的全是优点 你能不能说说你的缺点是啥 我的缺点是 我的缺点是 他的缺点就是没缺点 我的缺点是我很难拒绝别人 你不会拒绝 有人追你吗 可能他们追的比较方式比较隐晦 隐晦 就是还没让我发现 还没让你发现 你今天说的这种隐晦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这样小马 这个看了你的PPT 听了你的谈话 我觉得你的四年首先是学到了东西了 跟很多人学了四年 不知道学了什么 完全不同 但是小马我给你一个 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孙总这种老板 尤其是你需要提防的 哪种老板 他这种人呢 就是半年就捧杀了 你看刚才你明明做得不错 但是他说你是巨星 所以说什么事值得你做 这点是尤其需要 就像他这个年龄 能把这个时间安排这么好 英语 财务 再加法律 我觉得真的难能可贵 我觉得这样的人才 我们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是正确的 我们有这个发现人才 所以说小马 小马你是个很优秀的人 千万不要被像孙总这种 这种人给捧杀 这个他是真的是来误导你 如果说以往 那些追你的人追得很隐晦 今天终于有一位老板 追你追得很大胆 就是考验我是不是真的会拒绝的时候 但是突然之间受到这样的青睐 你也得小心一点 是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五盏灯 好的 谢谢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什么职位 从黄契明开始 我们给你的岗位是叫招商扎盟专员 给你的职位是一个360手机助手的一个用户运营 伯洛尼呢提供一个50宅互联网软装的市场营销专员 KFG给你留的岗位是全国扎盟中心的管培生 输出方向有几个 第一个是管理储备干部 第二个是营销专员 第三个是培训讲师 KFG欢迎你 好的 谢谢 我给你俩岗 一个是我们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 是希望你去做财务方面的方向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可以往营销方向走 我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分厚资本投资的 这个超级在线一对一三号网的教育顾问的角色 不管其他的老板怎么看 我希望你能够不放弃你自己的 这个走的这个路和选择 我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是目前北京管理公司的 这个经理助理的职位 因为你前面有你的社会实践 和有你的创业经历 未来我就为你特意的 给你留出总监助理的特别通道 如果你能够践行你自己的成长历程 让我们看到你的才华 尤其在连锁方面 这个一定是你可以把握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你热血沸腾吗 还好 别那么热 来 剩下来的七盏灯当中 灭掉五盏留下两盏做好准备了吗 从今天开始学会拒绝 因为不会拒绝是一种廉价的善良 去吧 谢谢你 你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走 谢谢你 江明一战 他到底会走向谁呢 陈哥 谢谢你 有请孙明 陈昊 谈钱不上感情 请写下你们的薪酬 你是不愿意多走那一步 我还是拉了一个陪练 没有 是这样 如果我选择杨总的话 杨总跟陈总这边 我肯定是选择陈总的 所以相当于这一轮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但是我选择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岗位 我自己还有一个考虑的空间 聪明 还有自己的考虑 但是还是有一个是陪练的 没有没有 试用期六千 你这边七千是正式录用还是试用 正式的 来 有什么问题要问 想问一下陈总 您觉着我在大学期间 如果多做了哪些工作 或者是哪些能力 哪些方面的能力有提升 您会考虑为我加薪 好问题 冲着问题 冲着问题 我主动给你加吧 谢谢你 这个问题本来就加分 你的问题产生价值了 我再问一个吧 就是问到两位老板的 您觉着您最看重我的一点 和觉着我进入职场 最需要改变的一点是什么 非常好 再加500 其实他们加钱是因为回答不上问题 我真的 这个图来 我真是 因为也录了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就 就在这个环节 问问题有水平的 你还真是第一个 是巨星的水平吗 In the future 我觉得 这个我不想把你捧太高啊 因为很多问的都是 能不能加钱 跟抢劫似的 你这个问的还有技术含量 来 两位老板回答一下吧 你最看重他的一点 和觉得他身上需要改变你 你身上唯一目前的 我认为的不足 就是你把你的资源整合得更熟练 这个需要你的一个历练过程 当然其他方面的不足 可以在实践中去慢慢补起来 其实因为管培生培养的几个核心能力 比如说组织能力 语言能力 沟通说服能力 还有创新能力 这些我觉得你已经在大学期间 其实已经储备了 因为我本身觉得学财务 对数据的这种敏感和掌控 还要你学法律的严谨 又加上你对销售的兴趣 我觉得其实你未来 去做一个项目管理 是很基础的起点 所以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 本身就是有价值 说明你是带着问题去工作 非常好 我不能再让你问问题了 再让你问问题又得涨钱了 没有问题了 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优胜教育锐补生物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基金人的薪资 切入到优胜教育 是管培生的岗位 也是符合我的第一印象 也满足我对职场最开始的期望 我会带着各位老板的期望 开启我的职场新篇章 家庭生活让我学会了分享与承担 学校生活让我学会了合作 尊重乐观 懂得了如何把握机会 曾经在酒店做过服务员 本科的时候创过业 卖过路由器 我够努力够认真 我相信有志者是进程 韩慧女25岁 河南人河南农业大学 本科毕业再读硕士 日语比译专业 初めまして 私は関慧と申します 24歳で 河南省の出身です 今 河南理工大学在学中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大家好 我叫韩慧 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 现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 日语比译专业 大学的时候做过礼仪 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也有过自己的小创业 当过辅导教师 为字幕组轴过字幕 踏实 认真 负责 是我的标签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我想寻找一份外貌助理类 最好能用到日语 或与日语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葛琳老师好 你是学日语专业的 是 日语说得好不好 几集啊 国际上一集 我们老板里面 有会日语的吗 你们用日语对话一下好不好 看看他日语水平怎么样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あなたの趣味は何ですか 趣味は何ですか 趣味 私の趣味は 山野堡里 バドミントンです 还不错 发音还有她的 你继续说呀 怎么 我会的也不多 不过我会的话 他上来我就直接抢花筒说了 我想问 他的日语说得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怎么说 妈妈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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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论我们有了 就是说明都不太好嘛 因为他说他会的不多 你说他还不错 我们就明白了 妈妈です 我刚看你这个 求职简历上说 最有成就的感的事情 是做销售路由器 是 什么意思 大一刚开始 我们学校网络是免费的 所以我跟社友就一块商量 向宿舍推销路由器 因为每个宿舍都需要路由器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去科技市场 寻找资源 看看哪个路由器最便宜 然后又比较适用 质量比较好 找出来以后 就在学校里面挨着宿舍推销 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你最有成就感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想主意 然后去跑市场 然后去挨着宿舍推销 我觉得我迈出了这个坎 敢想 然后敢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敢于承担了这份责任 你为什么要选择学日语呢 我第一年 因为我们报考大学的时候 是第一年有平行志愿 所以我前几个都是想学金融外贸类的 但是报的都有点高了 没有录取 最后一个保底的学校录取了 我以前比较喜欢英语 就报了个日语 比较喜欢英语 比较喜欢英语 然后我想多学种语言 那你为什么不是法语或者是别的语言 为什么是日语呢 我们本科的学校就只有英语跟日语 你去过日本吗 没有 那你今天应聘的工作是外贸助理 是 是想与日文相关吗 是 但是你只语言 你也没有做过外贸啊 我觉得做外贸需要 我上网查了 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我都有 学了五年的日语 我肯定比别人更了解日本 在促成公司上面 促成他们生意上的 外贸上面事业的话 我更有优势 你是不是不太爱说话 是 你平时生活里也这么闷呢 你来形容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己有时候有点冷幽默 你 冷幽默 就是有时候会太认真 让别人觉得自己冷幽默 你说个冷幽默我听听 假如说就是前几天同学跟我说 就是说他跟另一个女生发生矛盾了 然后说毕业之前我一定给他两巴掌 他是说着玩笑的 我当真了 我就说你这样给他两巴掌 你们会结怨的 然后这个恩怨永远都结不了 一直会持续下去 你是个很容易当真的人 是 是吧 也就是说你是个很单纯的人了 韩慧这么着 咱们得把这个词定义正确 你那个的话呢 是叫不解风情 而不能叫冷幽默 好吗 这样韩慧 这个 我想问一下 我看你的简历没太看明白 您现在是 你的本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本科是河南农业大学 你现在读研究生吗 是 你现在研究生是哪个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那这个学校比那个学校要好很多 好很多 那上面你简历上写的 却是你的本科的学校 因为 一般的求职者都会把好的填上去 我也看不太明白 这真的是他非常严谨的 我拿到毕业证的只有河南农业大学 我华南理工大学还有一年才毕业 说明他也挺实在的 对 也不夸仨自己 那韩慧 那你现在的话 那你能工作吗 也就是说你只能是实习对吗 是 因为我们言二都是在校外实习的 没有课 你只应聘外贸助理吗 其他也考虑 只要与日语相关 如果与日语不相关呢 先不去吧 先不去 不考虑 有地域限制吗 我希望在广州或者深圳 其他地方也考虑 为什么是广州和深圳 因为我现在大学在广州 我也希望将来在广州或者深圳发展 将来把我爸妈也接过去 也好有照应 你要求薪金不低于多少 我希望转正的话六千 实习期的话四千 来 第一轮选择 徐霍林 都是没有岗位是吧 也没有日语相关岗位 也没有广深那边的工作 来 天生我有才 其实我看到他第一页就是学习篇的时候 他自己自考拿了一个计算机证 然后没有报任何复习班 自己考研也挺顺利 其实他挺有能力的 你放开一点 你现场卖个路由器看看 好不好 卖西莫的路由器 卖给陶伟华 来 卖给他 卖个路由器给他 不好卖的 我看看你平时销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学姐你好 学弟你好 我是咱们学校外国语学院的韩慧 我现在大二 据我了解呢 我们现在学校就是对我们 因为我们是新校区 所以我们各个条件都不太完善 那学校给我们一个优惠条件呢 就是我们学校现在的网络是免费的 但是每个宿舍只有一个接口 那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路由器了 那我学姐呢 也是为了赚点生活费 所以就在进了点路由器 好惨 你不买你过意的去吗 学姐就是为了点生活费 我刚从家单了一个过来 那请问你们因为新生一般过来的时候都不带电脑 请问你们宿舍有电脑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带有电脑可以免费给你们装上去 就是你可以不用我的路由器 我自己免费给你装上去 那这个可以啊 没问题啊 那装吧 那你给我装吧 然后我装好了 谢谢学姐 装好 然后你们都试用一下 看看连上顺畅不顺畅 挺好的呀 挺好的 那就好 那希望你们班级里边 谁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谢谢 我有需要 一般要多背一个 一般要多背一个 这个不错 他这个销售方式让人心里有点不买 不买都有点愧疚 没有 我肯定会给他推荐 首先第一 对对对 学姐就是为了挣点生活费 第二你不买没关系 学姐还给你装上 你说你以后不买你怎么好意思啊 我及时不买我也会给别人推荐嘛 那我想问一下 这是哪种类型的销售啊 呆萌型 我觉得老板说我呆萌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这个词的 当我看到韩慧的这个销售的那种呆萌的表现的时候呢 我觉得更多的我看到的是 他的这个对顾客的直接和简单 但是直接的和简单的背后呢 是他的专业训练不够 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后期能力弥补的 现代的销售呢 有太多的人教人技巧 甚至呢是一些骗术 但这个呢 一个中等智商的人都很容易发现 韩慧这种做法呢 就是他是很坦然 就说得很 也不说什么高大上 为了方面你 我给你有什么利益 我就告诉你 咱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挣点生活费 对你有帮助 我觉得你这个卖法里面呢 忽略了就是咱们西莫这个产品的 它这个内涵的价值 对 对吧 就是说你没有充分的把这个 这样我把我的话说完 首先呢就是说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你该提高的技能还需要提高 第二个的话我要说的 韩慧这个本真啊非常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 就是这种的话给人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 你都要坚持 注意一点事 老实人不吃灰 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 就是给人感觉很实在 没有问题 但这只是一部分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刚才其他老师讲的 就是你要了解产品特点客户的需求 这个才是打动客户的最本质的东西 但是你说做一个销售 踏实一点好 但太踏实的话 你会不会有什么说什么呀 我也不会就是 你说过谎话没有 你说过谎没有 善意的谎言有过 你这样我帅不帅 你老实说我帅不帅 我不是那种看外表的人 我是那种 你看 我就不相信有那种不会说谎的人 但是你确实是相对于板一点 而有的时候确实是什么环境 说什么话 倒未必要说假话 你可以选择不说 但太直了也不行 你说呢 我就吃够了这个太直的亏 得罪了好多人的 但是会有更多人喜欢你 你拯救了很多人 我拯救了很多人 拿什么来拯救我呀 我想跟你劝一下 就是说你除了这个日语相关的职位 其他全都不考虑吗 我觉得我必须要用到日语 因为我学了五年不能白学 真够较真 我学了五年 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我不想把它放弃 我想让它为我所用 为我带来价值 你如果有别的更好的机会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如果您公司给我提供职位的话 将来会 将来有可能会做日本方面的业务的话 我也考虑 这个 他属于那种买了两张电影票 宁可睡觉 我要把它睡掉 杭惠你这个主页 你的主页是日语 那你的英语是第二外语 是 就从我看上来 我没有看到其他老师说的 你比如说你的呆萌和什么的 就是我看到的那个专家的那个风范 而且是本色出演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你本科里学的是 在农业 河南农业大学 你有没有接触过跟农业 比如说受药或畜牧相关的这些事情 还是就是语言学 在本科的时候没有 但是我家就是种地的 他就是说你养过狗 没有 这个小宠物 不是种地 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 他不喜欢 他真的值 他太值了 你看他说我不喜欢 韩慧 我倒是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你观光一定要用日语的专业的话 在现场肯定机会会很小 但是语言未来都是大家一个基础工具 我觉得你除了语言之外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力 对 你可以考虑一下选择其他的工种 然后进入一个企业 慢慢再找到适用你的日语的地方 你千万别让他带沟里 你五年的日本日语的 绝对算是你一个特长 日语的用途是很多的 至少我这儿 有非常多的关于日语的这个工作岗位 我觉得他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他的其他的能力 并没有明显的与众不同 但是他五年的日语 我认为恰恰是他的优势 他应该坚持这个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剩下红战灯 韩慧 我给你的是我们电商专员 工作地点在广州 给你的那个工作岗位是那个用户运营 这边的话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与日语有关吗 我想问一下 目前跟日语无关 但是未来的话 我们有可能会做海外话 谢谢 我有一家公司叫花不完 是专门针对日本的培训和跨境电商的 做翻译 前期是在北京 好 谢谢 那么咖啡机现在给你留的岗位 是创新业务部的研发经理助理 我们在产品研发和设备研发上 会从日本那边截取很多元素 那在这方面可能能用到你的日语 或者有机会去日本出差 那咖啡机欢迎你 好 谢谢 那我在瑞浦生物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就是这个贸易部的主管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地点 地点呢 总部在天津 那我想问一下 跟日本的合作多吗 应该是非常多的 应该是非常多的 我就这样明白地问你 它的工作内容有百分之多少 跟日语相关 百分之一百 就是你要 百分之一百 完全可以只用你的日语的 当然你要学一些专业的 比如说这个疾病的 和这个宠物的 这个行为学的 等等这些方面的 那我们后面再交流 你是个说实话的人 你觉得他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我觉得不会达到百分之一百 对对对 99% 做一个诚实的人 来来来 在接下来的五盏灯当中 灭掉三盏留下两盏 好好考虑一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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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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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生太实在了 也非常喜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有请黄金铭 蔡铭 谈钱不伤感情 来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请问您后期会给我在广州或者深圳的职位吗 我们的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会做落地的培训 黄金铭有点担心了 其实你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在广州 我其实我们在广州深圳都有岗位 对 你有问题要问老黄吗 我暂时还没有 你勉强问他一个吗 我想 还想问他 你还想问他 他心里忐忑极了 问他一下 工作服是什么颜色 他们的工作服 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说 那你是那个CC工资嘛 所以说我们给了150 但要真的转账 比如说6000 8000都没有问题 那我将来的发展路线会是什么样的 你不是想做外贸方面吗 就完全是做方面发展方向啊 不是那个韩惠你问问题的技巧有问题 未来的东西跟你没关系现在 对吧 未来你想干贸易人家不一定有啊 你问现在贸易做成什么规模 你能学到什么 是不是 嗯 你还有问题吗 就是我想问这位老板 我就是以后的工作 就是会有去日本的机会吗 肯定会有 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基地呢 是在北海道 黄金明你在日本有办公室吗 没有 来来来考虑一下15秒钟 西莫科技 波洛尼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波洛尼 去吧 6000块钱一个月 嗯 我觉得呃 呃 除了日语我其他方面都很薄弱 呃 在进入这个企业之前 我还会做很多努力 把跟这个企业相关的东西 不要有一个准备 人呢是一个工作狂 背景忘食的 对于任何事情的要求 都要追求完美 非常强的亲和力 所有的人我都有所接触 这样培养了我独特的 与人沟通的能力 自己即将从事的行业 有绝对的忠诚 还有喜爱 为此我会付出非常的多 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去主动的学习 主动的了解 杨东畅男二十四岁山东人 山东科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呃 图里老师好 两位专家好 十二位boss 现场的观众朋友 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杨东畅 来自山东济南 将于二零一六年六月 于山东科技大学毕业 我大学四年经历 还算比较丰富 在学校期间 曾担任校大学生艺术团团长 呃 策划 还有自己也出演了 不少节目和晚会 呃 在社会上呢 校外利用假期时间 做了一些兼职 行业也挺不同的 比如说在超市的冷仙区 我切过猪肉 然后凌晨两三点 压过那个重型的卡车 运过石子跟煤炭 然后当然也在一些教育机构 做过各类的一些兼职 呃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 想找一份跟 影视传媒文化相关的 一份工作 当然也很愿意接受 呃 其他的行业 其他的领域 呃 谢谢大家 陈老师 陈老师 你不是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吗 呃 对 算是学 为什么现在应聘要应聘 影视传媒呢 我个人就是从小非常喜欢 喜欢什么 文艺这方面 文艺这方面 然后 你是能唱还是能跳 我表演小品 那你既然从小就这么喜欢 应该报考艺术院校 呃 可是 父母 父母寨子 必未知其深远吗 他们还是更希望我找一份 比较稳定 比较贴近生活 跟大众差不多的工作 那你在学校 读书的时候 做过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是也是跟传媒相关吗 呃 主要还是跟 晚会表演这方面相关 从小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热爱 尤其是喜剧小品 这方面的表演 呃 热爱是非常 非常足的 我听工作人员说 其实你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了 呃 对 之前是有过一份 你找到什么工作 是一个在影院工作的 什么职位 营运助理的工作 然后先去一线影院去实习 然后两三个月之后 再调回到总部 这不挺好的吗 呃 但是 又与传媒有关 在近大约几年之内 还是卖电影票管 电影院似的 跟电影和传媒 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 那你想做哪种传媒呢 比如说 可以做电视剧 或电影里面插入广告 给一些创意 啊 我能比较 顺利 比较平和的给它插进去 和谐地插进去 对 植入广告 除了这个呢 这只是一小项啊 然后再就是说 可以自己去表演一些东西 你能不能现场表演一个东西 把我们这现有的牌子 都植入进去 咖啡制衣啊 优胜教育啊 我简单构思一下行吗 你简单构思一下 植入的品牌越多越好 这样请图勒老师配合一下 我配合 你找个人配合吧 找 你随便找个人配合 沈仙姐姐 好吧 要我干吗 接手没有 这样 好 芳芳今天哪吃去啊 除了咖啡制衣 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 是 好吧 那就咖啡制衣 但是你不嫌咖啡会长胖啊 咖啡当然是保持 现在最好生财的力气 OK 咱们走起咖啡之夜 吃蛋糕吗 反正不能长胖 呃 港容蒸蛋糕 是好吃不上火 曾经某个主持人这样说过 哦 好吃不上火跟长胖的关系是 火大呀 火大呀 长痘痘了 痘痘里面有什么有脂肪啊 那咖啡制衣有 港容蒸蛋糕吗 我们可以买着去 他没说不让咱们自带 好吧 走走走 来 坐 椅子不舒服 服务员你们这 哪儿买的沙发呀这是 哪儿买的沙发 波罗尼的 波罗尼的 开什么玩笑 山寨的吧 波罗尼的沙发哪有这样的呀 那光头坐的沙发就这样 对 波罗尼的沙发就是设计感好 看着漂亮 坐着不舒服 坐着不舒服是吧 我觉得咱们咖啡之意 其实他们可以自己开发这个品牌 没关系 我们波罗尼最近植入了西莫科剧的职能科技 哦 你的意思就是一不舒服的沙发 植入了西莫科剧坐上去 就可以按摩了坐的 对 坐的舒服 就像你摸黄金明的手感是一样的 对 我不要坐了 那我不要坐了 不要坐了 那咱走吧这是 就这样我极限了 这现在是 波罗尼还是我帮你执进去的是吧 对 这儿有本书不错 有本书不错 看看是哪个发行商发行的这是 看好了就是我常买的 战卢文化的这个是 这个发行商好 有很多营销的 上次火焰营销就是他给他做的这个东西 推向全世界的 联合国办事效率多高 吃完饭之后再去唱歌吧 唱歌 唱歌花钱 咱不花钱 咱唱吧 咱用手机APP的唱吧 对吧 可以 省钱是第一个道理 姐姐你看这小狗好漂亮 你喜欢吗 这 送给你 你知道我怕狗 眼神有问题了 根本就不是狗了 是一只帽 上次我同事说 他孩子新报了一辅导班 特别好 辅导啥 各方面都有 你们俩吃个饭 聊的东西真多 这明明就是两个 放开他的手 行行行来 谢谢 谢谢 谢谢殷总 刚才所被植入的所有的广告的老板自己点评一下 自己被植入的感觉爽还是不爽 先从波罗尼开始 这个植入一定要叫无缝平滑 嗯 然后自然 对对对对 就特别怕硬你知道吗 硬 所以你就说这是波罗尼的沙发 这个 就这种植入肯定是不行的 嗯 其实我们试了这么多年 我只 我只需要明星聚照 因为我只要提供家居 明星他必得坐在里边吧 对 我只需要聚照 我就变相的获得了明星代言 嗯 我植了12部电影 获得了12个大明星的代言 但我没花代言费 对 我只是提供了软妆而已 这是我们最省钱的方式 陈小辉你被植入的感觉爽还是不爽 肯定不好嘛 其实对于书这件来讲 直接就是跟剧情内容相关就好了 如果刚才那部剧真的推出来 我现在是没有票房的 嗯 最关键的问题是 人家是1992年的毕业生 然后就是一个即兴的场景 但他早是这方面的工作啊 所以说要要求他 这个事其实变相引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这个 冬畅 你对他感兴趣 你看过这方面哪些书啊 呃 没有 那你获取知识的渠道是什么 呃 主要就是 最最初知道这个娱乐营销 这个东西是在 呃浏览传媒公司的时候 发现他们很多都会有一个叫 呃娱乐营销中心 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 然后就去百度上去搜索 他说了非常多的专业的呃 呃 一些个案例 然后还有一些术语什么的 然后最后就发现 其实呃 也许就像是植入广告一样感觉是 就是你的娱乐营销等同于植入广告 呃 是就是个人理解的是这样的 相对于窄了很多 这是非常粗急的认识了 这样东昌 咱们分得清一个东西呢 你是客串 嗯 还是你的专业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吧 客串让我讲两句 我讲的也挺好 但是呢我不能跟土地老师这样 站在这个台上做主持人 就说吧 你要说平时你表演个段子 这个搞个文艺活动 那你是一把好手 嗯嗯嗯 但是呢 你要真的要把它当做你的吃饭的家伙 这有可能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 所以说呢 我是给你泼一点冷水啊 我觉得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呢我们都是要 考虑一个概率的问题 究竟我实现梦想的概率有多大 所以说呢 我我谨慎的建议你 重新考虑一下 就是你的这个努力方向 哦明白 自己也有一定的误区 误把这种兴趣爱好 呃 当成了自己可以吃饭的本领了 你要求的心情多少 不低于4500就可以 不低于4500 有低于的限制没有 呃 尽量在北京吧 然后济南和青岛也可以 只是影视传媒类相关吗 呃 不是不是 还有什么 呃就是教育啊 或者是营销 还有 或者是运营 我这个可能高大上一点 主要是教育和营销 我也接受 来第一轮选择虚和营 还有九盏灯 今天生活有才 嗯 这个你这个不切实际的这个影视类的梦想啊 我也是建议你放弃 嗯 再一个呢我觉得人生很漫长 你今天想做的那件事情 未来不一定是你未来事业成功的那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你出过职场呢 应该找一个企业哈 先见见世面 嗯 找一个老板先跟他学习一下 这样呢 逐渐 让企业发现你身上的特质 嗯 这个我倒不同意啊 嗯 这个我觉得有梦想 一点错没有 对吧 而且你也不 也不说他就不能实现 方丽老师 多大岁数才开始拍电影啊 对吧 前几天六十多岁了 还还为了电影给大家跪下呢 我觉得你比他年轻你更有资本 但是资本不是让你浪费的 你如果真想去那行业 你就说准备才来 这场面试你是失败的 不是说你的梦想是失败的 我同意陈昊的意见是在哪呢 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经常会看到 我们经常在说有很多的大学生 脑子空空 不知道自己为了要干什么 这是一类 对 那另外一类像你这样呢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咱姑且不说你 你的追求的目标是对还是错 或者能不能成功哈 那你至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但是 就是 我的概念里头 其实如果你要有这样明确的一个目标 那么你其实上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至少获得面试机会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去动脑子 你只要是去准备 做好相应的准备 无论是从简历 还是行动方法 你完全是有能力获得面试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你只是在想 没有真实的付出 我之所以第一个环节给你留灯 其实是给当年的我自己留灯 你的专业 包括你喜欢的这些事情 在大学做的事情 其实和我当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和你之间那个区别就是 我在你的这个时候 我就知道这些东西最后 不可能被一个真正的公司所看中 因为你在大学里边怎么玩怎么闹 你想让公司拿这个当作录取你的点 这是很难的 除非你想走艺人的路线 但是说实话 这个可能 比起艺人来差远 这个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要给你个个人建议的话 你现在如果想像影视传媒发展的话 影视传媒其实有很多的口 你可以往里面进 比如说你讲的策划 比如说你讲的这里边影视的编剧 比如说甚至是像摄像 这种技术你都可以专门找一个口 强化自己的技巧 打入到那个体系当中去 然后再展开你的梦想 但是现在你最大的问题是 你很想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没有武器 你怎么进去 相反我觉得冬唱以前的经历 很有很有价值 我上学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拍电影 我也拍电视 我也跑龙套 我觉得比 当然我也得奖学金 但是我觉得就是 跟很多千篇一律的求职者来说 东唱有以常人不一样的经历 特别难得 这会在你以后的这个走下去 会奠定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 谢谢 没错 没错 我也赞成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 他现在需要一个武器 去切开一个口 把自己放进去 现在他没有这个武器 当年我在他这个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需要这个武器 所以当时我去苦心钻研数字音频 而且后来在国内做出了一些成就 但是现在 哎呀 像这样 这个贸易经济这种专业 毕业的人 又不去做这个专业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展演特别适合 因为我们又做贸易 我们是社交电商 同时呢 我们跟娱乐圈应该是 12家里面应该是最沾边的 可能东唱会觉得 这个影视传媒 娱乐营销的具体内容 懂得不太多 只是有一个目标 我要成名 或者是我要走到前台 当你真正的进入的 营销通过娱乐的手段 去做营销的时候 你会懂得更多 我觉得很快你就会上去的 因为你很聪明 其实就像各位boss说的一样 就是这些经历 我当时是 之所以参加了很多兼职 还有在大二的时候 去了学生会 是想让自己丰富一点 然后可以出来之后 但是东唱 有护草的就有护草的 这点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我实在没听出 这个护草的理由是什么 他展示的所有内容 是我们在座所有人都经历过的 谁没在上学的时候表演过 谁没对吧 玩过 谁没娱乐过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那个你看出了什么价值 而且你如果想让他去你的 这种平台去工作 文笔你总得考考吧 对吧 这个构思你总得考考吧 你再给他去护草我觉得特别顺利成章 但是我觉得 这么护太生硬了 接下来我给你一个机会 接下来你扮演一个角色 好 就扮演一个这一辈子郁郁寡欢 始终出不了头的影视明星 我承认我演不了这个 寄星来的你来不了 寄星来的话喜剧的可能行 但是演偏低的这个感情的不行 那你就来个喜剧的呗 就是刚才护草的这个老板 答应嫁给你了 你特开心 好 好 这需要女嘉宾得能配出词来 这个是 来 你给他打信 你这个 你这个节目来参加博管找被找人工作 这俩女老板都跟你搭戏了 这个已经可以了 这个 你看我们也交往那么久了 是吧 你看有些事情我觉得不能再瞒你呢 因为我确实良心也不安 什么 真的 特别特别特别不好意思 你是在逗我吗 我不知道我是很诚心地在跟你说 但是我真的是很害怕看你的眼睛 半个月前你刚跟我说你跟保罗分手了 确实那会儿也是跟保罗分手 一年前你跟我说你还有两个男朋友 这些都是事实 你当我是普度众生型的吗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最爱我的 所以你可能能忍受 大姐 我是暖男我不是暖气 那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算了吧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你的 但是你刚才说了那些以后 我觉得我的心情很麻烦 哦 亲爱的你原谅我 我可以不在乎的 但是我在乎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对我的态度 我已经很心寒了 所以呢我觉得 我回去跪键盘 键盘上面罗托一板 我再再下去了 你们演不下去了是吗 嗯 我演不下去了 东唱是有综艺范儿的 我刚刚跟他对了一会儿戏 我就知道 对对对 很有镜头感 他很综艺 对 很有感觉 谢谢杨总 来 我们最后来听一下 人力资源专家的意见 影视这条道路 可以选择的职业很多 是不是做演员 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至少今天 我想给你一个建议是 你来之前的准备 太草率了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 在这个平台上去呈现出 你能吸引和打动人的一面 所以希望将来 你去别的地方 去应聘的时候 之前认真地准备一下 这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四盏灯 来 黄金明提供这位 我给你的是北京的销售经理 这附着我们附着北方区的招商扎盟 电影电视剧的和宗和这个真人秀的植入 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准备是非常差的 嗯 但是呢 你有爱 我觉得可以一试 那我想给你的职位是市场部的 一位专员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谢谢 我给你提供的是市场部的公关的一个岗位 还有我们在影视剧这边的植入的一个对接吧 来 四盏灯当中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你 黄总 谢谢您 蔡总 有请蔡明 杨盈 谈前不上感情 有问题要问吗 请问蔡总这边是工作地点 在北京 剩下没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有数了 15秒 扎眼 波罗尼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两位给我机会 第二是 我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沉淀一下 去想一想我到底要什么 这个东西 所以说 让两位失望 同时也非常感谢 电影电视剧的植入的这种方式 来切入这个行业 针对它来说是非常 非常非常 哎呀 这太适合它的一个内容了 其实我也是给你一个机会而已 为什么给四千 我们公司没有给四千的 我们公司起步都七千 我就是想说 你要想扎这个圈子 其实不要钱你都应该来 对吧 对 那么代表着说你并不是真的爱 所以只是测试而已 嗯 嗯 我觉得他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在班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然后 不管怎么样 然后祝福你以后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谢谢杨总 我非常认同你这个选择 我觉得你说先好好沉淀一下自己 找找自己方向 这是对的 你现在就是犯热爱 但身上真的是有天赋的 加油 我的确也是对自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 我想当我就是在最后的这一两个月毕业之前 把自己的思维尽量捋顺它 把自己的思想捋顺它 想想自己要干什么 也许到时候我还会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如果真的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那么戏如人生你就不用当真了 如果你要真要当真你就好好演 如果你真不把戏当真 那你就干脆找份养家糊口的饭吃着 再见 谢谢图里老师 拜拜 他是我的爱好 来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试一试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到底往后应该怎么走这个路 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那种想不住的人 一股脑子就直接往前冲 我就跑到武汉去做了餐饮的思路 是一个对事业有热情 不甘平衡不甘落后的一个人 我从来不会后悔自己所做过的 只会后悔没有做过的 陆同男二十五岁 安徽人安徽科技学院 食品质量安全分野 曾经的各位老板 亲爱的主持人 也是他专家 现场的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好 我叫陆同 来自于安徽科技学院 大学期间有过 十当承包 大型辅导班创办的经历 在创办暑期辅导班期间 曾经半个月 营收了一百二十多万的营业额 但大学一业后 先后在南昌武汉 有过两年的创业经历 今天来到非女莫视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项目运营 经理助理 以及各位老板 给我推荐的工作 我也会考虑 谢谢大家 陆同算是一个资深的创业者 总的来说就三次 但是有几次创业都创得不错呀 前几次都 你能分别跟我们说一下 这三次是哪三次吗 刚上大学那会是做十当承包 当时最顶峰的时候 做了三个档口 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27万左右 紧接着然后赚了钱过后买了车 然后暑假就跑到浙江去做辅导班 当时我下面有14个分点 半个月的时间招了498名的学生 一百二十多万的营业款 那时候上大学觉得同时学习着 然后每个月也能赚几万块钱 然后日子过得挺潇洒的 然后就 但是你可以完全可以继续做下去 你盈利不错呀 中间在13年暑假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安全事故 什么安全事故 附导班的学生从三楼摔到二楼 摔成半值五人 也是因为这个是后来就选择了退学 你退学了 为什么呢 当时前几年后后 然后所有的费用赔在一起有 赔了三十万块钱 三十万块钱 然后紧接着内心就特别的浮躁 特别浮躁 然后不想在学校里面呆了 然后把车卖了过后 然后一股脑子就跑到武汉去 注册了一个餐饮公司 然后就想着 怎么就把那个赔的钱赚回来 那你现在没毕业证了 没有 你是属于 义业 后来去武汉了 干什么呢 做企事业单位的适当承包 又开始创业了 对 干了多久这个 这个就一直在做 现在还在做 现在还在做 是我母亲在那里打理的 现在是你母亲在打理 对 你现在在干什么 在武汉注册公司的时候 然后做了一个互联网外卖 当时在南昌对接了一个投资人 那个投资人就要求在南昌本地 在南昌本地操作 然后在南昌注册一家新的公司 后来就武汉的公司跟那个投资人 两家公司合伙 注册了现在的南昌这家公司 投资多少钱 当时它的种子轮是投了三十万 然后我这边启动的话 投了二十万五十万 现在经营的怎么样 现在项目处 今年的三月 三月底就已经 所有的都已经终结掉了 为什么呢 从一刚开始 我们战略上面想做平台 紧接着 不是条路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品牌快餐 做了品牌快餐 然后我们自己那时候 不像现在配送还有这么的完善 我们自己自建配送团队 到后来 每个月的 每个月要发十多万块钱的工资 最后 钱都没了 后来就 没了 也就是说你是 两次创业失败的经历 还有中间那个现在还在干 对 你为什么不选择再次创业呢 你跑这来应聘干什么 失败次数多了 就想想原因 想想原因觉得还是 自己这些年就老是在自己的那个 框框里面跳啊跳啊跳啊跳 嗯 就感觉像井底直挖一样 还想来学习 没有 是这个态度 还会创业吗 五年之内不会考虑 到这来你有哪家企业是你最想学习的呀 呃 优胜教育 呃 咖啡之意 还有一个 国业营销 那你这次来要多少钱呢 呃 六千家 你以前一个月能挣到多少 平均一个月四五万块钱 那你这拿六千块钱不相差太远 生活都不一样啊 四五万有四五万的活法 六千有六千 四五万是怎么过日子的 您告诉我 暑假的时候 跟朋友一起会玩牌 嗯 会打麻将 打多大啊 反正输赢四五万块钱一晚上 一个晚上输赢四五万 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呢 最苦的时候就在创业的时候拿三千块钱一个月 然后每个月出房要花一千五 然后吃饭的话是吃公司的公司的外卖 有好也有坏 所以今天你愿意放低身段六千块钱一个月 来学东西是吧 对 陈浩最苦的时候睡大工棚大通铺 天桥礼节我也睡过 天桥礼节也睡 然后醒了以后 那个手机BB机还被偷了 现在潇洒得很 我们今天来比一下惨好不好 这就是你们最惨的就是 大家对你们这些方面特别好奇 现在都看你们一说一观楚楚 十分光鲜地坐在上面 但你们肯定也有惨的时候 我们来比比惨好不好 来你先来含糊 你最惨的时候你是怎么着 1996年 96年 你多大年纪啊 96年23岁 你怎么了 大学刚毕业 当时我那个公司的老板 是用这句话让我走的 他说你走出这个公司的大门 我要辞职 他说你出去以后 在深圳这个城市 你就会跟一条狗一样 当天晚上 我真的像一条狗一样 在天桥上睡了一夜 来来 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有没有 有 来来来来来 我就知道菜鸣肯定更惨 对啊我这个 哎呀光头都很惨吧 我创业的第一年租了一门脸 就是窗户他要装 但是我没钱了 于是我怎么办呢 我就睡在我那个老板桌 一个桌子上 正好那天下大雪 那雪花全飘到我背子上了 早上一来一看呢 我就一个雪人 寒冬三月雪花飘 老板桌上一人扛 所以说 为什么让他们说说自己最惨的时候 让大家感受一下 老板也是人 老板也吃了你们不能吃的苦 所以今天才能够能所不能 所以说 你听了他们的惨之后 你那惨不算什么 对吧 要想能人所不能 忍人所不忍 这是相匹配的 是的 好 第一项岗位是干什么 项目运营 项目运营 有第二项岗位吗 助理方面的 五年之内不创业 对 是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零 天生我有财 我想问一下 在你做这个餐厅承包的过程当中 归你直属管理的员工大概有多少人 食堂成猫 归我直属的是一十二个人 三个档口 十二个人是吗 对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按照档口的数量 然后来安排这些人的是吗 对 你和你食堂的这些顾客有交道吗 不会去管学生的事 你还是偏那个你们的产品菜那一块对吗 对 你这个归小二是一个互联网餐饮是吗 归小二做的全是外卖 以配送点的形式 然后 由生产厨房生产好 运到各个配送点 再由各个配送点 发送到 由配送员 配送到各个附近的写字楼 或者是高档社区 你是想把它做成一个 餐饮赚钱的事 还是想把它引成 把它养成一个巨大的流量的平台 在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是做成一个流量平台 再到后来资本 就是个很大的资本市场的时候 后来我就把那个钱 就做了互联网的一个外卖的餐饮品品牌 假如说你是今天坐在舞台上的 12位boss之一 你会录用今天来面试的你吗 如果录用为什么 如果不录用又为什么 如果录用的话 我就看中这位求职者 至少他干的事情 在同龄人当中 是少见的 然后至少在思想 价值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能为我所用 不录用的话 就是怕各位老板担心的 企业忠诚度不高 然后偷个诗 然后学个艺 学个一两年 然后就走了 那么你对今天 你来非你莫属 最后能不能找到 工作 就截止到现在 你有多大的把握 一半一半吧 这个是他目前 真实心理状态的一种反应 因为他现在被连续几次创业 已经几乎把自己的信心 我想可能已经击溃了 所以他现在是一种 比较悲观的无奈的一种心境 你其实今天来应聘 并没有完全想好 包括你现在状态 如果你真的做好了人生的角色 说我要花五年时间 或者花几年时间 我去一个企业 握心长胆 去潜心学习 然后我未来再创业 你今天应该有更加饱满的 积极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你去反思 很多问题 在你有成熟的想法之后 才决定真的是去就业 还是再次创业 我觉得这比你 比较匆忙的去做 今天的选择更加重要 企业肯定会担心说 企业今天是跳板 还是企业真正能把你用到 没有人有义务 给你一份好的工作 你只能优秀到自己不能被忽视 才可能获得这样的工作 你有想过找工作这件事吗 或者你研究过如何找工作吗 不好意思 其实对于你来讲 现在第一个要学的技能 是找工作这个技能 是没好好考虑过 找工作 这个事情该怎么去做 因为你看起来不像个冲动的人 但是你又一业 对吧 又连续创业 对吧 但是跟你的整个个性的反差很大 然后你又再次没有做好准备 要到职场了 这个不是还是 这是失败的前兆吗 你认真总结一下 从经营的角度上 你觉得创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 生产厨房这一块 由一个很专注餐饮的人 然后来负责管理 我这边完全可以放开 第二个 市场拓展 对市场的了解程度一定要非常高 至于这个市场能不能养活你 能不能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南昌做的 我们整个的我们中午高峰期的时候 卖盒饭的分数也不会超过一千份 所以市场的那个市场的市场量有多大 这个是需要去了解 其次我们后来紧接着走高校食堂 高校食堂当口还是回归我以前 其实做高校食堂当口 由食堂当口 然后建立配送点 同时在线下实体卖的时候 然后同时往学校食堂里面 学校学人宿舍里面送的时候 这是个很好的一个闭环 闭环生态系统 所以这是我 接下来如果是再有这个资金注入的话 我会考虑这个三个方向 来不再问问题了 第二轮选择去货率 还有五盏灯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什么职位 从韩虎开始 刘登的唯一原因是你曾经赚过钱 这个经验对我是有价值的 虎月营销给你留下的岗位 是我们的海宝渔业这个项目组的项目助理 失败不是你死亡最接近的事 没有激情才是你死亡最接近的事 希望你能够到了虎月以后 找回你的激情 我留给你的职位呢 是我们运营部经理的助理职位 我现在给你的职位 是那个360手机助手的 一个运营部的那个项目运营的负责人 同时的话因为我们公司 比较崇尚那个内部创业 所以未来的话 你其实可以有这样内部创业的机会 那么我为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北京地区连锁店的实习店长 西莫给你的是我们北京的大客户销售经理 五位 考虑一下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这是你人生当中 可能最重要的一次抉择 比以往的创业还要重要 好吗 好 去吧 有请陶卫华韩虎谈前不善感情 那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有了 这没有问题了 没有 15秒 他心里有数啊 三六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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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助手 胡越营销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三六零 去吧 三六零说过可以内部创业 可能这是我后期会走的一条路 菲尼莫属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 菲尼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大国本精华油特约播出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大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将获得由国本精华油和国本美白白骨精力和一份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的大力知识 报名菲尼莫属请将简离投资邮箱菲尼莫属的全评 2010H126.com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